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位于辽籍交界的还人满族自治县古城镇 疫情防控任务艰巨 新春走基层 今天跟随记者镜头 看那里的村干部如何做好返乡人员防疫 换来一方百姓安宁 新年一史 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拥抱冬天 玩冰细雪 体会浓浓东北年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春节回家过年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风俗 是难以割舍的浓烈情怀 然而由于今年春节的特殊 我省各行各业的外地务工人员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就地留寥过年 他们虽然身在异乡 却同样能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 和家乡般的温暖 在特变电工审辩公司的车间内 工人们正在组装为巴基斯坦国家电网 生产的220千伏变压器 首台产品要在2月底前如期交付 这个春节很多外地员工 主动选择留寥过年加班工作 虽然说累一点但是感觉挺充实的 然后大家相会在一起祈祷浓浓浓 中铁上海工程局成建的朝陵客专 数百名外地员工 也同样放弃春节与家人团聚的宝贵时光 依然坚持奋战在施工一线 在大连湾海底隧道工程建设现场 工人们正在进行清淤作业 为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工地生活区被装饰得焕然一新 食堂准备了丰盛的饭菜 让工人品味黏味体会家的温暖 在安刚大型总厂生产一线 33岁的胡逸老家在四川 今年主动响应企业号召 决定在安山过年 辽宁千山旅游集团 还邀请这些留安过年的外地员工 在春节期间免费畅游千山 今年响应国家的号召 我们就是就地过年 特别感谢领导对我们的关怀 也让我在家乡外地也感受到了家乡人的热情 与妈妈视频通话的这对双胞胎姐妹 叫赵思琪赵思伟 三年前 姐妹二人从家乡长春来到营口 在营口拦骑机场地面服务部工作 选择就地过年的姐妹俩 这几天开始源源不断地收到妈妈牌快递包裹 来自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王伟 在本西从事餐饮行业已经十年了 今年就地过年的倡议发出后 夫妻二人决定不返乡过年 并在除夕夜当晚和外地员工集体吃年夜饭 铁岭就是个小家 北极是我第二故乡 就地过年也挺好的 铁岭吊兵山市的河南客商刘国凯张丹夫妇 连同十几名河南员工也同样选择就地过年 因为他们的企业是生产防疫物资的 大家觉得留在这里过年不耽误生产 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丹东市的500名快递员选择留下过年 为广大市民春节祭地需求提供充足保障 也是响应当地国家的号召就地过年 我爸说你要是在那过年 你就好好安心工作 不用惦记家里 盘景市卫健委疾控应急课的 藏族小伙洛桑和妻子裁蛋卓马 响应就地过年的号召留守盘景 坚守岗位 大连理工大学留校过年的150名本科生 在这个春节都收到了专属新春福袋 里面装着老师们精心采购的各地特产 家乡亲人寄予和老师们的新春祝福 新了一年给自己更多的信心和勇气 轻松做自己确实很棒 看到这段话的时候真的很感动 在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教职工组织留学生们玩游戏 滚符球 讲年俗吃饺子 欢度中国年 今天非常高兴 因为这个活动包饺子 这样玩得很开心 我在中国知道了很多文化 比如说春节 在中国医科大学 有27名学生选择留校过年 学校组织他们在一起过年 就算我们现在相距家里6000多公里 但在我心里 其实他们就是我的家人 我跟他们一起过节 就像跟我家人一起过节一样 过年后 祝家乡的新人们 牛年大吉 安宝幸福 万事如意 本台综合报道 在沈阳市铁锡区 铁锡百货赫赫有名 无论是老铁锡 还是外地回来的新铁锡 春节期间在这里逛一逛 总能找到独有的年味 和特别的记忆 这几天铁百里依旧喧闹 而且又多了一份铁百情 春节期间的铁百 满眼皆是年味 这家有着68年历史的老字号商场 在一代代商业更迭中 始终能从容应对变化 无论何时 做老百姓的店 这一经营理念 总能把老铁锡和铁百 紧紧系在一起 尤其在春节 老年人来趟铁百才算过年 年轻人也找得到儿时的记忆 铁百锡好 买完事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可以能退 过年了吗 过年了 看我妈喜欢表 为啥来铁百呢 因为铁百挺锡的 因为我妈第一个表 就是在铁百买的 给我奶奶买东西来了 给他买衣服了 奶奶小时候也经常带我来铁百 我觉得这个书法特别吸引我 今天在这站了看好久 有文化吧 1953年开业的铁锡百货 是新中国成立后 沈阳第一家国营百货商场 曾用2.5万平方米的面积 做出11个亿的年销售额 创造了全国百货行业的 评效之最 近70年来 铁百在不断升级改造中 依旧保持着 至优价延的亲民定位 在危机中寻求机遇 岁末年初 一场疫情 把铁百卷入了漩涡之中 每天上百万元的损失 签名员工收入锐减 再加上春节前夕的 一系列促销活动被搁置 使这个以口碑和现金流 为优势的老字号商场 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铁百迅速做出反应 全面配合防疫工作 并重新制定营业计划 终于在闭店16天后 以新面貌迎新春 到了春节 铁百在线喧嚣 过去的这场风波 也让铁百收获了两段情 一个是老顾客始终对铁百的支持 另一个是员工与企业 共克时间的决心 今年春节 铁百外省员工 留聊过年有23人 万一军是山西人 在铁百工作了26年 春节没有回家 却让他在岗位上 第一次见到了春节里的铁百 好像就是这次疫情 也赋予我们更多的 就是心理感受 然后就觉得珍惜这份岗位 珍惜我们身边的所有同事 这个春节 铁百用多种激励奖励政策 安抚留聊过年的外地员工 铁百所在的铁锡区 也开展了以温情沈阳城 留宁过大年为主题的六宋活动 全方位的服务留审过年 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属 留聊过年 共守安宁 是疫情防控形势下的 一个特别春节 也是为小家 为大家的一份难忘情谊 本台报道 当万家灯火亮起 万千里花升空 消防指战员们依旧坚守岗位 只要警铃响起 他们第一时间奔向危险 奔向需要帮助的人们 2月11号大年三十 辽阳市太子河消防救援大队 蔡四路特勤站的消防队员们 粘贴春联擦洗车辆 今天不用训练 大家可以轻松一点 25名消防队员中 有11人家在外省 春节24小时被勤 早已成为常态 习惯了吧 这20多年 从93年入屋到现在 几乎是每个春节都搁消防队 我们邀请家属 在春节期间可以来对探访 然后也看看我们消防员 在消防队员当中 一些工作和日常 忘了忘了新年快乐 你看我在这个队里都挺好的 你看我们年纪饭 以水代酒 队员们豪情满怀 但这群就起火来 舍生忘死的小伙子们 也都平凡如你我 很多都是像朱春辉一样 刚满20岁的孩子 有人也挺害怕 你第一位吃 脚磨破了 晚上挺紧张 晚上八点进入火情多发期 队员们穿好战斗服 一边看春晚 跟家人视频拜年 一边随时准备出警 就在家人到队里 探望朱春辉的那一瞬间 警铃响起 来不及问候 队员们马上出发 红尾区一家小超市着火 但着火点旁边 是集中连片的居民住宅 为防止火情蔓延 几只队伍一起前来救援 很快火势得到控制 队员们完成任务返回战力 我现在是一名合格的消防员了 我特别的骄傲 更多的是团队的力量 和家人的支持 除夕当天的火警 几乎都是因为放鞭炮引起 虽然大多火情不大 但有些情况总是让人后怕 灌体已经膨胀了 离爆炸可能不是太远了 以后带着大家去救火的时候 一定也会更加注意 安全方面的问题 因为每一个生命都很珍贵 除夕夜 队员们出警四次 增援灭火点位职守 完成最后一个任务回来 已经是初一凌晨两点 大家也是挺辛苦的 这就是我们消防人应该做的 也是我们一份职业 一直守护在人民百姓身旁 当好人民的守约人 还人满足自治县古城镇 岔路子村 地处辽宁和吉林交界处 与通话市一领之隔 由于通话在一月份发生疫情 再加上村里外出的 打工人员返乡过年 这里的防疫压力倍增 如何确保防疫安全 让大家过一个平安的春节 成了村支书梦令军的首要任务 虽然是大年初二 孟令军却没有休息 作为村支书 他深感责任重大 一早就来到辽级交界的 港山岭卡点之勤 村节期间 我们村委会人员不休息 带领着志愿者 接着走在这个港山岭卡点 坚决守护好 环境的北大门 由于村委会人手有限 镇里从其他村组织了很多志愿者 分成几个班族 与村委会一起在卡点之勤 帮助防疫人员 对过往车辆和人员登记行程码 作为一名返乡的大学生 我就希望自己能够为家乡疫情防控 做一些贡献 所以就资愿报名 参加了疫情防控志愿者 每个班是三个人 资班 一天二十小时 有两个人必须来的资班 一个人休息 有时候随时换班 除了巡查卡点 孟令军还需要每天抽出时间 用喇叭在村里进行防疫宣传 提高村民防范意识 在汽车过不去的地方 孟令军需要步行宣传 绝不漏掉一户人家 对于从域外返乡的人员 尤其是从中高风险地区返乡的人员 孟令军定期入户进行询问登记 叮嘱这些人员做好个人防护 为了配合插路子村的防疫工作 古城镇卫生院也放下了休息 每天都安排医生值班 并对前来就诊的患者进行登记 古城镇人口25000人左右 其中外出务工人员打13000人 今年春节返乡人员接近2000人 为了让大家过一个平安的春节 全镇12个村都已经行动起来 各司其职 共同做好疫情防控 我们关停所有人员密集场所 取消各处大吉 禁止村民聚餐聚会 严禁操办会上宴席 要求各处红市停办缓办 百事重解 本台报道 走亲房友串门拜年 亲朋聚会是往年春节的重要内容和方式 这既是传统习俗 也体现了年味 但如今由于本土疫情零星散发 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少出行 少流动 非必要不外出 再次成为我们日常防疫的重要举措 疫情防控最基本的是坚持 最困难的也是坚持 在最热闹的节日里能坚持好 更需要我们的定力 面对这场远超预期的防疫阻击战 我们不能表现出丝毫的疲惫和懈怠 口罩认真戴 少聚会 不扎堆 进商场超市 规范扫码 保持必要的社交距离 战役远未结束 风险随时存在 越是节日的当口 越要从严从紧 既不给疫情防控天堵天乱 又不给病毒任何可乘之机 既做好自我防护 又为国家疫情防控尽一份责 出一份力 容家国情于一体 确保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 疫情防控阻击战 咱们这个朝阳和小米 就是一直都是反响特别好的 一会儿我们就知道 今年春节 不少人都响应号召就地过年 节日里大家除了看春晚 逛商场还可以到冰雪世界里 门冰细雪体味别样的东北年味 我刚刚体验的那是咱们 西班山冰雪大世界的网红冰滑梯 能看到这六条雪道 每一条都是300米 而从上面拿着这个小框 一直滑下来的时候呢 随着这个冰道的这个起湖啊 有一种风驰变彻的感觉 整体来说就是惊险又刺激 在冰雪大世界内 记者遇到了很多流省过年的人们 他们来到这里玩冰细雪 体验别样的年味 家可能是感觉 可能没有什么年味 所以说来沈阳冰雪大世界 感受一下不一样的 一个新年的一个感觉 门口挂的都是灯楼 然后因为今年是牛年 还有一个大大的牛的雕塑 这真的是我在内蒙 没有体验过的一种新年的风范 除了冰滑梯和雪碟 雪地摩托 碰碰车 雪圈等 多种冰上项目 也能让游客尽情畅玩 面对络绎不绝的游客 景区也加强了防疫工作 确保对每位游客 进行体温监测和行程码的检查 本台报道 新春画年组 牛年新气象 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一呀一单喂 这首歌一响起哈 正月初二它就来了 咱回娘家 没错啊 今儿呢是正月初二 出嫁的女儿啊 要带着丈夫和儿女啊 回娘家拜年 对 回娘家的女儿呢 要带一些礼品和红包 分给娘家的小孩 并且呢在娘家呀吃午饭 对 在过去呢 女儿回娘家呀 必须得准备一大道的饼干糖果 有母亲呢 分送给邻里相亲 虽然礼物没有那么的贵重 但真的是礼清情义重啊 对 它代表了姑娘 对乡亲们的那一份心意 这大年初二回娘家 是我国南北方常见的风俗 还有很多人家呢 也会选择这一天呢 拍一张全家福 预议着团团圆圆 合家幸福啊 对 要问这位初二吃点啥呢 还是那一句啊 初一饺子初二面 初二吃面 图得是条条顺顺 抑郁着一整年顺顺 等等 这大年初二吃面 有的地方解释为是迎女儿回门 对 我跟你讲 初二的面啊 讲究也不少 在有些地方呢 初二的面 要用初一的饺子面来做 而且啊 这面那还得是冷摊的 也就是呢 把这个面呢 煮熟之后再用冷水浸过 这个就叫做冷摊 对 其实咱们中国人还有一个习俗 叫做迎长送短 长的呢 是面条 短的就是饺子 所谓送客饺子迎客面 送人出门了 咱们就得让他吃一顿饺子 对 祝愿他一路平安 能在很短的时间就回来 而迎接客人 咱就要吃面条了 嗯 象征着亲情长相聚 常来常往 对 这女儿回娘家这一天呢 也是有这个美好的寓意 在里边的 嗯 当然了 防疫不能马虎 所以呢 今年我们提倡的是就地过年 鼓励大家伙少出门 少聚集留在本地过年 所以很多出嫁的女儿们也都停下了回娘家的脚步 对 但是等到疫情消散 春暖花开的时候 回娘家的路一定会充满着欢声笑语 总之吧 这正月初二热热闹闹的聊天 嗯 开开心心的吃饭 简简单单的陪伴 特别舒服 最美的年味就是家的味道 就是团聚的热闹啊 好了 新春花年俗 明天正月初三 我们接着说 在中国古代 牛是一种神兽 同时也是献给神的重要祭品 在祭祀中 牛猪羊三生俱全 我们才能叫做是太牢 而少了牛 就只能叫做少牢了 也正是因为牛在祭祀中 这种重要的作用 所以很多祭祀的礼器和器器 都是以牛为造型 来体现人们对神的敬意 在辽宁省博物馆馆藏青冬器中 能明确鉴定出牛图案的 共有两件 一件是 喀佐青冬器叫出土的西州牛纹雷 另一件是由河北省博物馆 剥交的史法友 牛作为古人 图腾崇拜的代表之一 象征着财富与地位 先民相信 其生命源自图腾 死后仍应归于图腾 早期的图腾崇拜 与商周祭祖 以及当今民间的打春牛 祭春牛 舞春牛等祭祀活动 无一不体现牛的神圣地位 与神话形象 一般是在汉代以前 它一些动物的形质 都是有异象 或者是神话的那种形象 不像在汉代以后 它这种动物的形象 都趋于比较洗石 在中国幽远漫长的农业社会里 牛占据生产生活 及习俗中极为重要的位置 千百年来 牛无私奉献 默默无闻的品性 一直被世人所推崇 人们把牛当成 镇腰面斜 吉祥如意的重要象征 本台报道 2月12号零时至24时 我省新增一例境外输入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为沈阳市报告 新增两例境外输入 无症状感染者 均为大连市报告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